这个东西它这个一般来说没有固定的一个形状 它是一种实用的东西 这个呢 我们只要把它说到这个地步 大家都应该是很清楚的 山东肥城 京县西施前任范黎墓葬 墓中出土大量青铜器 唯有一件器物灵专家始料未及 它的外形更是让人面红耳赤 然而发觉到最后都没有找到尸骨 墓中陪葬品却完好无损 并且留下了一枚极小的印章 这枚印章能否证明墓主的身份呢 历史上的范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2004年在山东肥城的一片山坡上 挖掘机正在轰隆作响 因为附近需要修建一条路 所以就地取材 可是正当大伙干得起劲的时候 嘎吱一声蝉斗下面发出刺耳的声音 原以为是石块卡住了 但是将蝉斗拿开一看 只是一些不证明的磁片 驾驶员还在一旁研究 眼尖的人一眼就看住了端倪 当即就拨打了文物局的电话 专家们也是火急火燎的就出发了 到了现场之后 先将附近保护起来 随之展开勘探 勘探结果让专家洗上煤烧 这里竟然是一座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 且规模不小 在经过上级允许之后 原地搭起了临时大棚 发掘过程中 队员发现阵土之中 含有大量的岩石碎渣 这有可能是一种防盗措施 到这一步专家们的发掘速度大大折扣 虽然墓中已经出现许多精美玉器 但墓主人的身份一直是个谜 因为考古工作需要的不仅是文物 还要清楚墓主人的身份 然后才算是一次成功的考古 又经历了一系列的发掘工作 考古人员有了新的发现 几个青铜器显露出来 继刊之下竟然是一组编钟 随后又在旁边发现了编庆 两侧加起来一共有十个 这让专家们很是疑惑 他是谁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古乐器陪葬 专家们随即翻阅资料 希望从中找出答案 可还没等专家作文 墓中又出土了一个稀奇物件 专家下去一看 竟然是枚小印章 经过专家仔细辨认 得知墓主姓范 姓范 春秋时期的范氏家族 专家又赶忙查阅历史 唯一有点相似的 是一位岳王勾建手下的文官范梨 当年正是他提出美人计 亲手将自己的相好西施 送给了吴王复差 而接下来的一件器物的出土 震惊了众人 山东肥城 惊险西施前任范梨墓葬 墓中出土大量青铜器 唯有一件器物领专家始料未及 它的外形更是让人面红耳赤 然而发觉到最后都没有找到尸骨 墓中陪葬品却完好无损 并且留下了一枚极小的印章 这枚印章能否证明墓主的身份呢 历史上的范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专家在得知墓葬主人的身份后 又在墓中发现了一件物件 而这件文物的出土 让经验十足的专家都面红耳赤 难道他范梨当年就是靠着这手道具 才将西施迷得神魂颠倒的吗 可是当年的为什么要将得到手的西施 送给沉迷酒色的吴王夫差呢 他难道不介意吴王对西施下手吗 面临着种种疑问 专家脑袋都大了 随即又翻阅了相关文献 其中记载范梨是驻赵灭吴的功臣之一 在当时范梨接到勾建指示 希望用美人际迷惑沉迷酒色的吴王 让他无心关注朝政 从而一举破之 就在接到命令巡游天下时 在一条小溪边 遇见了正在幻杀的西施 哪只只和他对上一眼 连死后葬在哪里都想好了 而西施也被眼前一表人才的男人所吸引 渐渐的两人产生暧昧 但是灭吴大祭在身 范梨只得对西施坦白了一切 最后忍痛割爱 将西施送到了吴国 在吴王身边当了十八年卧底 在这期间吴王极少上早朝 军中之士也不过问 成天沉溺在温柔乡中 无法自拔 最终导致了吴国的衰败 而勾建抓住了时机 一举攻破吴国 最后范梨西施二人得以团聚 乘着主法一同退隐江湖 可是传说到底还是传说 在史记中记载 大战之后 范梨更名改姓 叫做吃乙子皮 而这个名字也暗示了他的死因 怪不得专家们没有找到官国 文物却保存相对叫好 而就在专家们准备敲定墓主身份时 突然发生了转机 专家利用碳十四测年法检测了出土的文物 惊讶地发现 这竟然是稀罕的东西 接下来发现的四珠半两钱 更是印证了这些说法 难道墓主不是范梨 这种墓主还隐藏着什么信息 神秘的道具到底用来做什么 山东肥城 惊险西施前任范梨墓葬 墓中出土大量青铜器 唯有一件器物领专家始料未及 它的外形更是让人面红耳赤 然而发觉到最后都没有找到尸骨 墓中陪葬品就完好无损 墓主是谁大墓之中还隐藏着什么秘密 就在专家即将敲定墓主身份时 出现了一枚神秘铜钱 墓主的身份也再次扑朔迷离 种种迹象表明 墓主生活在西汉时期 且为后葬和历史上的范梨 还是有着差距 这也解释了边中等乐器的由来 发觉工作进行到这一步 专家们也满头大汉 而就在这时另一旁有了新发现 原来专家们所处的位置 严格来说并不是主墓室 而是一个障眼法 真正存放棺果的是一个小房间 而就在这个小房间里 专家们发现了一口玉棺 可惜的是有着一个倒洞直通这里 棺边散落着一些残破的玉皮 经过仔细辨认后 发现这竟然是金铝玉衣的残片 所幸玉棺并没有经受太多摧残 在将玉片取下之后 发现背面竟然有了一些鸣刻 这究竟有着什么含义呢 经过研究发现 这只是一些编号 在工匠制作时可以不出错 而就在棺旁发现了一把两千年前的青铜剑 它是有暗花的 所以你拿手去摸 这个花纹 你是看得见 但是摸起来是平的 这种呢 比如说跟这个春秋时候 吴国和越国 流行的这种暗花纹兵器 这证明了这种墓葬骑马诸侯级 引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 这也成为了专家们茶余饭后的主要话题 最终确定了几个名单 在发掘出大量兵器之后 墓主的身形显露出来 他就是吴国的一位诸侯王刘碧 他的一生作恶多端 专家都看不下去 而令专家们面红耳赤的道具 很有可能也是他的刑具 好了对于这位君王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